- 黎晨带给外界好男人形象的佑胜 先前却遭过往的同事控诉性骚扰 事后他在脸书道歉 承认自己当初不当的行为 也让他的形象一息崩塌 在网上受到不少批评 而自从发出道歉声明后 佑胜变神影多日 没有更新动态 梅晨近日却被民众目击 他带着全家人到澳洲玩 一家人合热隆隆的模样 感觉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佑胜的心情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乔与民众透露 佑胜脸上虽然有不少胡渣 但气色看起来很不错 而且也很愿意跟路人合照 不关键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佑胜 这次也罕见都没有更新动态 似乎还是想低调出游 消息一出也再度网上有起热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